今天AMD也传出来个大消息 据了解 10月25日当天 AMD上海内部会议室都被HR预定 貌似是裁员的征兆 裁员的规模可能在10%到15% 涉及到上百的员工 RTG部门是仲裁区 有业内人士分析 裁员的背后像是AMD这样的半导体厂商 撤出国内 只是时间问题 AMD上海研发中心裁员 大概400人左右 原因跟前两天高性能GPU 不允许卖给我们一样 阻止我们获得半导体技术 我估计在这个一个月以内 通过云计算的方式 获得AI算力也会被禁止 裁员了 这是我被裁员的第四天 我今年36岁了 我拖了至少50万简历了 一次面试的几回都没有 我决定不找工作 尤其找到工作和年轻人内卷 还卷不过他们 还不如把以前想读的书全读一遍 把以前想做的事全做一遍 从明天开始就开始假装工作 看看现在的桌舟 美化环境 给墙喷漆 迎接上边领导魏魏 小伙 我的车是不是也要挪呀 你那个车是哪样车 我那红的 红的 您挪一下吧 因为我们喷这个房部分 喷这个房部分 因为它有屋 也有风 它要抓进车上 那我挪到这边来 行行 你挪这没事 这干嘛呢 这是 我们也是 上面要求着我们过来的 不是 这这这这这 喷这呢 提前过年了 冬天百姓不用取暖 兜比露面还干净 这是什么意思呀 重建家园不是应该是一件好事吗 您看刚才这个写的评论 为什么冬天不用取暖 这个是什么意思呀 还有老百姓的兜比脸干净 这个灾后的这个补偿 不是都已经发给老百姓了吗 在我在新闻上看 给的也不少 难道这个不是事实啊 还有的网友评论 说这个卓州啊 一夜之间大街小巷 推理村外 开满了鲜花绿草 速度之快 但是我觉得 真是 要重建家园的话 这些 红花绿草啊 那是最后一步的建设 我应该 我觉得应该把这些基础设施 都搞上去 还有的网友说 说不知道是谁要来卓州 所以速度之快 动作之大 一夜之间 种满了鲜花绿草 把整个城市打扫的干干净净 这这个问题啊 咱们大家猜一猜 卓州现在到底是重建家园 还是有哪位大咖要来 视察工作 到底是不是 给上边的人看呢 这个答案 在不久的将来 我想会证实的 到底是因为什么 速度之快 整个城市变了一个模样 大家期待答案吧 来到10月20号信息场 第一 诺基亚开启裁员了 全球最大的 工信设备制造商之一的 芬兰诺基亚公司 19号表示 公司将裁员最多1.4万人 以削减成本 提高运营效率 也就在近日 美国芯片巨头高通 宣布计划在加州裁员 大约1258人 波及的岗位呢 包括工程师 法务和人力资源等 根据某社区平台的截图啊 全球半导体公司AMD 也要裁员了 但具体的裁员计划 和赔偿方案还没有公布 要呢 是突然裁员2000多人 总经理400万的年薪 员工餐 确证15元 直接降到了8元 还有公司突然宣布 裁员2000多人 裁员背后是经济压力 和经营的困境 同时也是为了应对 未来市场的一个变化 然而呢 裁员和这个员工的福利 削减引发了员工的不满困惑 企业它是应该承担社会责任 关爱员工的 只有在员工的满意度和幸福度 达到一定水平的时候 企业的长期发展才有可能实现 同志们 我刚刚看到一个调查报告 我本来是就在这躺着 都一马屋就太安心了 他说有537%年轻人存款不足10万 那是不是就证明有46.3%年轻人存款超过了10万 这真的很吓人哎 几乎就是两个年轻人当中 有一个人存款就超过了10万 你知道这个年轻人的标准是怎么算的呀 几岁到几岁呀 我不算年轻人吧 还是我不算人呢 我真的我毫不夸张啊 就我从正式上班以来 我没有请过一天假 我连早上迟到都很少 在别人啊 因为节假日啊 或者家里有事啊 生病的时候 前两个时候啊 我都没有请过假 哎 好想有那个大四的 要回去毕业 请了一个月的假 但那个 因为我感觉我还不算正式上班的 那个应该不算吧 真的 我兢兢业业 勤勤恳恳大功 多少年啊 19年了 现在 四年了 我的钱呢 说实话啊 这个世界上已经没有什么能够拨动我的心鲜了 但这个消息真的 震惊到我了 真的非常非常值震惊 我以为大家都跟我一样 没想到 你们背着我 都偷偷发了财 这是地铁研究院发布的 2023年年轻人存钱调查报告啊 说存款不多 是大多数年轻人的现状 大家看这个调查报告啊 把10万和不多 连接到了一起 就是很让人焦虑啊 所以我们首先就要换个角度去看这个调查 那就是 那就是46.3%的年轻人存款超过了10万 对吧 所以与其指责年轻人 不如多为提高他们的待遇 多说两句话 看看 都下雪了 哈尔滨都下雪了 平华还没供暖气呢 今天是10月20号 2023年 看看 这时候了 他妈的 还他妈抢出有暖气管呢 暖气供暖都供不上 还在修呢 粮食涨价了哈 越涨价我们越不卖 我们屯子现在都在打稻子呢 每年的这个时候啊 这些个收粮车 粮饭的车 全都呼在我们屯子 都跟着等着我们打下来的粮食 直接就收走了 今年可倒好 看到了吗 很大街无人无车 因为粮食的涨价 越涨价越不卖 一天涨一卯都不卖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说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